科幻类小说《星战纪元之勇者》的崛起 在遥远的未来,银河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中 一群神秘的外星人入侵了这个星系 拥有强大的科技和力量 他们对所有的生命都毫不留情 摧毁了许多星球和族群 在一个平静的星球上 年轻的杰克莫里森正在享受他的家庭生活 他的父母是这个星球上的领袖 他们在努力保护人民免受外界的威胁 但是,一天晚上 当杰克正在和他的家人一起晚餐时 一群神秘的外星人闯进了他的家 杀死了他的家人 并摧毁了他的家园 杰克的心中充满了愤怒和痛苦 他决定要为他的家人和他的星球报仇 他加入了反抗军 接受了训练 成为了一名勇敢的士兵 在他的训练中 杰克遇到了一个名叫雷的绝地武士 雷是一位老练的战士 他曾经是一名绝地武士 但在一次战斗中 失去了他的同伴和信仰 雷将他的知识和技能传授给了杰克 并告诉他 关于绝地武士的力量和信仰的故事 在他的旅程中 杰克遇到了一些至同道合的勇者 他们一起奋力对抗外星人的入侵 他们有着不同的背景和经历 但他们的目标是一样的 就是保护自己的家园和银河系的安全 在一次战斗中 杰克遇到了一个神秘的女子 她的名字叫做玛丽 玛丽拥有一种特殊的力量 她可以操纵时间和空间 并且是反抗军中最为神秘的一员 玛丽与杰克一起战斗 并告诉他有关外星人的秘密 杰克和他的同伴们一起发现 外星人的目的不仅是摧毁银河系 还是要搜集一种古老而强大的力量 这种力量可以让他们成为统治整个银河系的绝对霸主 为了保护这种力量不落入外星人手中 杰克和他的同伴们决定要前往一个神秘的星球 寻找这种力量的真正拥有者 当杰克和他的同伴们到达星球时 他们发现这里已经被外星人占领了 杰克和他的同伴们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 他们一路向前击退了外星人的进攻 最终他们找到了这种力量的真正拥有者 一个强大的绝地武士 绝地武士告诉杰克 他们必须合作 将这种力量用于正义 保护银河系的和平 杰克和他的同伴们接受了绝地武士的建议 他们决定利用这种力量 击败外星人的入侵 保护他们的家园和银河系的和平 在一场最终的战斗中 杰克和他的同伴们 说外星人展开了一场决定性的战役 杰克使用他从雷和玛丽那里学到的技能 将外星人的进攻击退 最终成功地击败了他们 杰克和他的同伴们成为了英雄 他们的勇气和决心 让他们赢得了银河系人民的尊敬和敬仰 他们保护了他们的家园 也保护了整个银河系的和平与安全